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华琴超370太极主板的维修过程 这一款主板也修过好几片了 比较熟悉 这个主板呢 它是水冷漏液才坏的 这个机组也是新大 刚开始漏液还没发现 等到主板不开机了才知道漏液 又是一个只知道打游戏的臭弟弟 看一下这片主板哪里被水冷给伤害了 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一块了 这一块的几个芯片引脚全部已经氧化腐蚀并发霉 看来进水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得有段时间 把主板上面的各种护甲和散热器全部拆掉之后呢 发现只有这一块进水了 其他地方都没看到进水发霉的痕迹 这一块的电路刚好是给主板提供待机电压的 这里坏了主板是肯定无法上电的 那我们先把这一块的电路给修好 先把这些腐蚀发霉的元器件全部拆掉 这是一个电阻 这是一个双二级光 这是一个滤波电容 这个是一个供电管理芯片 这个是222的深压电阻 边上这个是深压电容 这个是个滤波电容 最后这边是个深压二级光 OK已经把所有明显可见发霉的元器件全部拆掉了 然后再把这一块给洗刷一下 但是有些焊点是刷不干净的 因为它已经发霉氧化了 所以需要用手术刀把它刮开 把它表面的一层发霉的部分给刮掉 这一层已经是完全粘在主板上了 只能给它刮下来 刮完之后再刷一遍 现在好多了 最后再根据点位图 把这些元器件全部装回去 缺啥补啥 全部找同样的型号装上 现在就很漂亮 已经看不到发霉的地方了 测量主板没有短路之后 给它插上电 看着线面组边上的这一圈灯都亮了 我们来测一下刚刚那个电压吧 这是一个带机就应该有的电压 插上电之后呢 这个点已经是有0.9V的带机电压了 OK 这个电路已经正常工作了 给它装上CPU 点下开关 主板已经可以正常上电了 主板上面自带的debug卡也已经跑马了 装回所有的散热片 接上内存散热器 显卡显示器 来试一下能不能点亮屏幕 随着一串逾越的代码之后呢 屏幕也已经被点亮了 其实这个主板要是早发现水冷漏液的话 拿纸巾插一下说不定就好了 可惜等到主板发霉了 彻底凉了之后才被发现 不过还好问题也不是很大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维修视频 来看一下今天修什么 这是一个老粉丝寄来的快递 还给我带了两包烟 这位老哥半年前就跟我预约了这次维修 与这个视频 今天终于是收到了他的主板 我是不抽烟的 这是什么烟我也不懂 看起来好像挺高级的样子 先谢谢这位老哥了 先把这个烟收起来 收着吧 收着吧 不抽的话收着 看一下这位老哥发了两片什么样的电脑 第一片是来自华硕的超99杜雷斯主板 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片主板是一个技嘉的超99 两片主板都是超99 我们先来看这片技嘉的吧 先给他接上电源 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这位老哥跟我说 这片主板的固装是不自检 我们给他插上整段卡 点一下开关 看一下开机跑什么代码 点一下开关之后 主板可以上电 电源的风扇能撞 整段卡的代码是跑00 而且是下面的PCIE复位指示灯没有亮 手摸CPU CPU是没有温度的 我们来测一下主板的工作条件 先测一下PCIE槽的复位 PCIE槽是没有复位信号的 刚刚整段卡上面也没有复位 然后再测一下PCIE上面的时钟 PCIE的两个时钟引脚都是没有电压的 这个主板没时钟没复位 而且CPU也是冰冰凉 我们来测一下CPU的供电 CPU是有供电的 CPU供电是有1.7V的 主板的复位和时钟都是受南桥控制的 那接下来你们知道我要干嘛了吗 那当然不是换南桥了 无论是哪里的维修教程 教你维修的第一步都是先观察主板 所以我们先仔细的把这个主板给观察一下 在与这片主板进行了将近5分钟的深情对视后 你猜我们插出了什么样的火花 注意看南桥的右下角 IU芯片的右边 这边有个222的电阻已经是硬塘发黑了 这个电阻是这个八角芯片的供电保险电阻 这个八角芯片用于产生南桥的ME供电 这个电阻坏了导致南桥的ME供电丢失 所以主板的时钟和复位就没有了 这是一个222的电阻 2.2欧姆 放大看呢 这电阻的中间已经是烧焦发黑了 用万元表的电阻档测一下这个电阻 200欧姆的档位已经是测不出来阻值了 这个电阻的阻值已经是无穷大了 保险期间我们把这个电阻和这个供电芯片一起换掉 换完之后主板已经可以正常跑马 这些花花绿绿的灯也可以亮了 接上显示器也能正常点亮屏幕 就是一个小电阻导致的不开机 所以说修主板还是要眼睛亮一点 修好了第一片主板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老哥的第二片 华硕的X99主板 这位老哥跟我说这个主板是CPU供电烧了 我们把它CPU上热器拆下来 拆下上热器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CPU供电确实是烧了 而且烧得很严重 这个DRMOS管周边的板层都烧了 露铜了已经 这个MOS管也是已经被烧焦了 简直就是常不能堵 我们先把这个MOS管给想办法拆下来 这个的话它已经烧糊了 这个芯片和板层已经连在一起了 只能硬撬了 好 费了好大的功夫才给它抠下来 拆下芯片一股的烧焦位 这个芯片的底部板层已经是完全烧焦了 焊盘也没了一半全部发黑 这个烧的是比较严重 所以我决定放弃这一箱供电 这一块已经是完全短路了 12伏和接地烧到一块去了 现在呢12伏是完全对地短路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一块烧焦的地方给挖干净 用手术刀一点一点的把黑掉的部分 烧焦的部分全部给清理掉 挖了老半天之后呢 终于是把这一块搞得体面一点了 已经看不到烧焦的PCB了 现在12伏已经不再短路 保险期间 顺带的把这个CPU供电管理芯片也一起给换掉 这个芯片坏了就会导致烧MOS管 那个DiOMOS管也是受这个芯片控制的 给它换上一个新的 全部搞完之后把这一块给清理一下 以后这片主板就只有7项供电了 确保主板没有短路之后 可以开机试一下了 按下开关之后主板已经可以上电 跑马53 这是因为我没有装内存 现在再来测一下CPU供电 CPU供电已经有一点包袱正常产生了 最后把这一块挖掉的地方给它补电绿油 固化一下 7项供电其实也还行 最后肯定是要接屏幕测试一下的 不出意外可以完美点亮 也能正常进系统 系统里面跑了一下CPU的压力测试 也很OK 没有暴躁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